沈拉拉巴生一块政府地近20年来遭到木板厂非法占用 业者无牌新建木板厂和员工宿舍等等 还造成了污染环境 巴生县属及土地局所给的通融期限已经过去了 今天直接出动审守拉大队把木板厂移为平地 这家木板厂位于巴生港口马头路一带 大约一公顷土地范围还设有仓库 员工宿舍和祈祷室 居民申诉 工厂从2018年开始涉及多项违法行为 包括胡乱丢垃圾 忽燃水源 排放气味导致臭气熏天等等 当局同样在四年前多次向业者发出警告信 也曾展开取地行动要求拆除 但是业者无动于衷 当局将援引1965年国家土地法令相关条文对付业者 交通市관议才能够进入 感谢您的观看